大家好,我是罪影,天天救命的圈晃铃尔,风云再起207版,喜欢说,这次还是有镇天城对着帽仔 跳中腿压上一下,克拉克反身会想抓头 我们看里梅后续有本操作,一脚踢中脚踢开 你们看还想开BC吗?克拉克有点懵了,克拉克能不能稳住他呢? 空中尖刷一个CD,版面压制下再起重腿 克拉克想抓,但是被里梅搞到一套连段 里梅开BC,哎,版面并没有开取消计啊,看克拉克后续怎么办 克拉克也开上一套连段开BC,开取消 哎,没有取消掉,里梅后续该怎么操作呢? 克拉克还想向前一路狂军呢 进攻,大招,空了 里梅呢,里梅看怎么办,双杀 哎,中脚踢 进攻,前脚 克拉克再次一个反出 啊,对手被直接拿下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局 今天,在这个克拉克的摔跤高手之下 你们看对面都是女生啊 看都是女生的情况下,克拉克还下得去手吗? 进攻,踢 又一个逆向 哎,投机被拆 虾米,看后续怎么操作 克拉克还是想这样这样摔跤啊 进行揭摔响 但是这一次呢 在虾米的雷电之下 他没有撑住 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我们来看包子 有没有系列的操作 现在双方都是满血啊,几乎呢 闪身之后被逃 包子向前进攻去找机会 虾米呢 虾米一套连段又开BC 开超杀 直接把包子打得半血一下 来看包子会用隐藏镜突破一发 他用了一个仙气发动 这招上掉血量也是非常多的 现在包子又开BC 优哈压 快速起身 哎,下面快速吹了个隐藏 来看这一次到底会批到谁呢 哇,这个结果 哇塞,这个结果让人很尴尬 为什么批空了呢 这种几率还是很小的批空 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来看帽子的草蹄精出场 后后下纳落 看帽子的草蹄精究竟如何 后差现场机会 包子还要前冲 但仍然做了个CD CD以后快速闪身 包子呢 包子也是一路狂飞下不幸的 接上一个BCBC接超必杀 弹他一下 弹到之后 跳停 还是没办法破防 跳C跳中腿都没办法破防 头下盘呢 好像也不好使 又被包子弹了一个仙气发动 弹他一下 一点血 完了 哎,又下小身 差点被轻手 一个消杀 直接跪了 接着来看下一局 再给大家来一场抢二呀 下一局来看帽子会怎么选人 感觉这个夏尔米的话 真的很崩快这一局 踢得很 踢得这个部位有点尴尬 踢到了空地上 没长眼的一个雷 雷电 来看这一局冒在的气势 不容小事 但是震天成呢 也是非常强大呀 这个阵容 有一个八神收尾 感觉这一局非常稳 哎,后车跳T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VIP连上了 一套连断 接上BC接超必杀 勾住他 啊 现在打出一套33连 让看VIP 后一怎么操作 VIP继续勾腿勾到 开BC 开BC 开B12 一套连断 再的甩过去 结束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帽子的K49了 这个角色就非常厉害了 当年的话 一招龙手就可以 称霸游戏冰的角色 在现在的话 仍然很强 他的伤害在那里放着呢 跳飞勾腿开BC 连招接上 没有破了 烧他一下车 来看这个VIP怎么打 后面 哎,烧一下 烧一下开BC 哇 但是没有接上无功手 相当可惜 但是KC又破了一招敦防 破敦防之后还是没有连住 现在被VIP开了一枪 跳C 哎,后车 建功过来压住 有点懵了 KC有点懵了 板边又被批边调教 最后给一发抄比杀 又被杀到了冒仔 又杀到了冒仔 第三个角色呀 来看冒仔第三个玛丽 不会就这么被轻易穿三吧 感觉也不现实啊 来看玛丽出场 看玛丽这局怎么打 影跳一下先 能不能跳C吗 可以 跳C 放空 逆向 没有打到 玛丽呢 也是跳C 不断牙齿 VIP还是 勾腿BC连上了 连上一招抄比杀技 稳住他 二三连周看威普 后跳 闪神 跳地封攻 仍然被C地打到 哎 落地甲 我们落地前跳 威普下盘 勾腿开BC 跳C打一个逆向 玛丽再次一个闪神 玛丽生龙甲 也没有打到 来看威普吗 威普后一怎么操作 C地一下先 后车挺攻小跳 还是被封 一点血的玛丽 已经不行了 直接被穿三呀 大家来一波点赞 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